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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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大家 平安 大家好 因为我停顿了一下 因为 不太知道要用哪一个方式来跟大家问安比较合适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跟我们内地的弟兄姐妹 大概就要说早上好 早上好 我们在台湾说早安 这边有没有人可以和我早安 那如果我们是跟这个 讲广东话的弟兄姐妹要说什么 早上啊 拍张 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如果你今天是在一间 讲法文的教会你要说什么 有人就讲说 来跟我一起讲 讲法文有一个技巧 就是不是你讲的对或不对 是态度要对 你好吗 他就说 你好吗 我的朋友 然后呢 如果你是在 我去了非洲的几个东非的国家 像是肯尼亚 大家知道 还有坦尚尼亚 他们都讲一种东非的官方语言 叫Swahili 他们呢 就说 借我一下你的右手好不好 跟旁边人打招呼说 Jumbo Jumbo 这是你好的意思 很有意思 我以前服事的时候呢 我以前服事的时候呢 到了 到了非洲 到了东非的一间的教会 就是在肯尼亚的最大的城市 叫做Mombasa 哇 在台上看到台下 黑压压的一片 这句话本身有点问题 黑压压的一片 因为当地的我们非洲的弟兄姐妹 他们本来就是黑人 那我在跟他们上台之前呢 就学了几句 他们当地是很大的比例 都是基督徒 他们就教我了 他说呢 我们斯瓦亦里的赞美神怎么讲 他们叫Bona Asafiwe 跟我一起学 Bona Asafiwe 然后呢 他们就会回你 回你 这个西伯来文的赞美神 大家知道西伯来文赞美神什么吗 有人答对了 你一定知道 就叫Hallelujah 有人说 原来那个就是赞美神 来 所以我说Bona Asafiwe 你就要回我Hallelujah 可以吗 他说Bona Asafiwe Hallelujah 非常好 这个 怎么又蹦出来 又回法国了 奇怪了 所以我一上台的时候 那个牧师呢 就介绍我 说今天啊 有一个从我们遥远的东方来的 他们看 只要不是黑人都称为白人 有一个小眼睛的白人牧师 我吗 小眼睛的白人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然后我们来介绍他一下 我一上台 哇 很紧张啊 因为台下有一千多人啊 当地很大的一间教会 但是我这个小小声 Jumbo 你们要说什么 不是 要说Jumbo啦 Jumbo 对对对 所有台下的人就Jumbo 他们没有料到我在讲他们的话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他们全场的人还很兴奋的 有人还大声地跳起来 叫Jumbo 然后我说 哇 这个 受宠若惊 然后呢 我就趁身追击 就大喊了Bona Asafiwe 然后他们就回我 Hallelujah OK 然后我就说 哇 这一招好用 然后结果你知道我做什么事情吗 我就连喊十次 我还在这边一起来 Bona Asafiwe Hallelujah Bona Asafiwe Hallelujah 讲到最后一次的时候 全场都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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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牧师就冲上台来说 哇 用力拍我的背 啪呀 打我 好痛 好痛 他讲了一句话 至今难忘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他说 This Chinese can really preach 这个家伙真的很会讲道 我从头到尾只讲了一句话 就是赞美神 你好 我说难怪大家要去非洲当宣教士 蛮好混的 各位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我们先从一段的经文来开始念好不好 我们大家看到了就一起来 预备 请 我想神和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 好像定死罪的囚犯 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在去年的时候 我在一个内地的团队的宣教年会 跟他们一起来分享 这是一个在上海的一个平台 然后线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那他们那一次的主题 叫做看永不封闭的城 在2022年的时候 还有许多的地方仍然是封城的 我刚刚在门口看到 我们教会实体的聚会 好像是去年五月才正式的 又再一次的见到大家 所以到现在 今天是几月了 今天是六月了 也才回来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所以大家一起都经历了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段的时间 但是在我们这个主题 永不封闭的城 当我们在讲这个主题的时候 其实没有人真正知道 这个时间还要多久 就好像这个世界 好像暂停了一段的时间 但是我们在世上 身为主耶稣基督的儿女 主耶稣基督的门徒 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有的身份 要应该有的角色 应该是不管是事是如何 我们就好像是在那台 那个舞台上面 要面对这个世界 所给我们的所有的挑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想要从我自己的故事 来跟大家一起来说起 我自己呢 是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的孩子 对我来说 有很多东西是再熟悉不过的 在现场有没有人是 就是第二代 或第三代的基督徒的 有没有 举手我看一下 调查一下 有一些是不是 大概有一半的 所以呢 你想象一下 我加上我的父母 又是全时间的传道人 所以 我从小在教会里面 长得几乎 所有教会会走过的 这个行礼如鱼 我都经历过了 所以我在别人眼中 也算是一个 这个我们有一个术语 叫做PK 大家知道什么是PK吗 叫Pastor's Kit 就是叫这个穆家子女 穆家子女有很多的好 这个祝福啊 属灵的恩典 这我们就不用多说 但是他也其实有很多的 不是那么好的地方 我讲三点 大家听听看 第一个就是 我几乎没有 没听过的讲道 什么主题都听过了 什么宣教的主题 要奉献的主题 使一的主题 什么如何理财的主题 要怎么样子 男女交往的主题 反正什么主题 第二个 不管是什么样子的讲员 我几乎都听过了 为什么呢 这个因为 从小到大 都有各种不同的讲员 来到我们当中 然后有特会 我们也会去参加 有什么陪灵会 我们也会去听 第三个更糟糕 第三个就是说 几乎没有没举过的手 意思就是说 没有没绝过的字 为什么呢 因为常常听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许许多多的需要 所以我们自己也应该 要有所回应 就算你没有举过 但是你心里面举了个手 其实神都知道 所以我自己呢 其实有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过程 就是在我长大了以后呢 有一个机会 真正到了海外去服事 在我大概二十几岁的时候 真正的踏上了一个 宣教的一个旅途 这宣教旅途改变我 非常非常多 当然我今天没有时间 在这边多讲 如果有机会的话 再回到大家当中 跟大家细讲 但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我已经去了世界上 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地方 一路从欧洲 非洲 拉丁美洲 甚至是 然后还有亚洲 各个不同的地方 我也在神的国度里面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但是我真正想要扮演的一个角色呢 是更多的让我们华人世界 不管是我们现在在马来西亚 我自己是来自于台湾 我们国内的这些弟兄姐妹 我想要让我们华人的世界 能够有更多的机会 去看到神的作为 因为我自己学习到了 很重要的功课 我们很难在自己的教会里面 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基督的教会有多么的大 我举个例子来说 我的上一张里面 你看到这个左上角的这一张图 有没有 在一个非洲的丛林里面聚会 一个马赛族的部落 在坦尚尼亚的这个丛林的里面 哇 那边有人在聚会 大家知道吗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个时刻 在这边 大家一起唱歌敬拜 我们其实是 是一种 很自由 有空调 有美好的灯光 然后我们有电子鼓 我们有贝斯 我们有keyboard 我题外话讲一下 这个keyboard的老师 我眼睛没有办法离开你 You play like a boss You are so great 如果我的小孩子要学keyboard 我一定来找你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个星期觉得 很理所当然的事 我们来到的教会 我们在这边聚会 但在这个世界上 有许许多多的人 许许多多的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 他们是在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 在聚会着 或者是 我们现在是这个时刻是几点 这个现在是已经11点40了 对不对 每一个时区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地理位置 其实今天的主日都有人奉主的名在那边聚会 这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而且大家用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style 不同的节奏 在敬拜着我们的神 我自己走出去了以后 我有很深很深的感触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自己 是全世界普世教会里面的成员 光是在这边我觉得就很感动 因为在我们当中 有内地出来的童工 也有来自香港的童工 像我今天是来自台湾 还有我们在马来西亚的 各位在地的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就好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神国度的大家庭比这个都还要来得大 而且我们是透过什么样子的眼光 能够来认识神所爱的这个世界 祂才被祂的独生爱子所来的这个世界呢 我回来了以后做了很多的事情 包括写了好几本的书 在描述我过去的这些的经历 很努力的想要表达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在自己的信仰的旅途的当中 怎么样子能够学习 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所爱的这个世界 祂所爱的这个世界 我们再来一起念这一段经文好吗 预备请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祂的工作 在祂耶稣里造成的 都是预备叫我们所行的 我们得救是本乎什么 也因着 但是呢 是不是只是出于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只是出于行为 不是耶 而是我们有的时候是想说 我做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今天值得有这一个恩典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其实不是 但是更多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要看见的一件事情是 就好像我刚刚在跟大家分享 我的宣教的旅程 我并不是要告诉大家 我的行为或我做了什么 我更想要让大家知道的是 我们原本是祂的工作 就是包括你 包括我 我们其实都在神的国度里面 有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 有人说我只是学生而已 有人说我只是一个家庭主妇而已 有人说我只是一个所谓的职场的上班族而已 我能够做什么呢 我们今天的服事 我又不是全时间的传道人 我能够为教会做什么呢 为神的国度做什么 其实我们只要再加一个字就好了 你想一想啊 如果在你的脑海里面 你想到说我只是什么 我只是一个退休人士 我只是一个单亲的妈妈 你想要加一个字 就说我不只是 我不只是一个学生 我不只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不只是一个上班族 我在神的国度里面 我希望我也有可以扮演的角色 因为我们原是祂的工作 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 而且所谓的那个行善不是do good而已 不是只是做好事 做行善如果只是做的话 有的时候甚至会有那种 法利赛人要给人家看见的那种 要炫耀的那种 我的奉献比较多 我的 我星期天一定要在所有人来之前 我要先进来给大家看到 不是的 我的不是doing 而是我们的being 从我们自己本性里面出来的 因为不是为了别人要看的 而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生命 应该要活出来的 但是那却是最难的一点 因为我们常常是活在 别人的眼光当中的 就好像今天在 我一开始的时候讲到 我们在这个台上 给天使和众人看的时候 大家以为那个台是 是一个真的像这样子的舞台 但其实不是一个这样子的舞台 是一个生命的舞台 在这个生命的舞台里面 我们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表现 这个表现不是表现给别人看的 甚至是在内视的 是在没有人看的时候的 而是我们自己的生命怎么活出来的 亲爱的朋友 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是因为我最近回去看一些 我以前看过的书 我再重新回头来看 我很喜欢Federer Bookner 这位的作者 他这本书的名字叫 《福音作为悲剧喜剧和童话》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 人像蝸牛一样 将世界的黑暗扛在背上 任何人都不可能抛下来 但是对于上帝而言 却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们好像有很多好像是好似悲剧的事情 但是其实神他自己都有了一个大的故事 他的结局都已经写在圣经的里面了 我们回到起书录的时候 我们看到在最终的时刻 不管是起书录第五章第九节 第七章第九节 我们看到万族万民万方来到他的面前 一起来高深的颂赞的时候 我们知道我们在当中是有份的 这是一个喜剧 也许这是一个大欢喜的结局 但是在那大欢喜的结局之前 我们好像人生都在一直的匍匐前进 很困难的往前走 过去的这几年 我相信对于大家来说 不管你在任何的处境的里面 你也许都是很困难的 有人是经济上面的困难 有人是心理上面的困难 被压抑的那种困难 有的人是他的生意很多都不容易 有的是家庭关系非常有张力 原本是大家都可以有自己的空间的 最后变成大家都没有自己的空间了 你觉得这是喜剧吗 其实感觉好像是悲剧 但是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没有那个确据 我们怎么样子继续的往前一直同行呢 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找到 这个真正生命的意义 我来跟大家来讲一个故事 讲一个地方 也许大家比较不熟悉的 这个地方呢 这个岛呢 叫做安达曼和尼可巴群岛 我相信在场的人 应该都没有人听过或去过 它是印度的一个离岛 像我们现在这边 这个槟城 其实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离岛 对不对 虽然我们有桥连着 但是呢 在印度有一个 离它非常非常远的 在印度洋上的小岛 叫做安达曼群岛 还有尼可巴 为什么在几年前呢 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发生 我也来讲这个故事给大家听 但我很熟悉这个岛 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我自己的教会 其实在那边有支持一个传道人 在那边做植堂的工作 那它呢 成立了一个 我自己教会是叫做 那个弟兄会的背景 在这边好像叫福音堂 就是Bradin这个聚会处 那个岛是一个非常非常漂亮 你可以看到印度洋上 好像观光区的那个一个漂亮的岛 但是呢 在旁边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岛 大概这个岛上 应该是有数百人到上千的人 这个岛呢 叫做北森提奈岛 北森提奈岛 美意的华人呢 这个人叫做 Jiang Chao 他呢 2018年的11月的时候 他为了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他是一个宣教士 他为了要能够来到这个地方 准备了非常多年的一个时间 他呢 一方面学习的所谓的热带的这个 什么流行传染病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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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课 然后呢 他也自己打那个疫苗 然后呢 怎么野外求生啊 这些 这些都学习了 然后准备了大概好几年的时间 准备要到这个地方去 把福音传给这一些人 但是这一些是什么人呢 就在他过了好几百年 好几千年的历史当中 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外界的文明 在已知的这个 这个历史的里面呢 几乎没有人接近过他们 但是11月的时候 这个他到了安达曼 就是比较大的那个岛 11月11号 15号的时候 在当地的居民的协助之下呢 他就前往安达曼西侧的这个 北森体那一群 还要开很久的时间的船 他带着足球还有其他的小的礼物 尝试登陆的时候就 第一次就被岛民发现了 有很多人就开始在叫嚣 然后甚至有人用弓箭 直接他都还没上岸 就已经弓箭在射他了 根据他后来 人家看他日记里面的描述 其中有一支箭射中了他的圣经 放在胸里面的圣经 射到圣经 结果他就那一天就逃过了一劫 但是他的最后一次在网路上的 po的这个推特 他说我希望这不是我最后的日记 但是如果是的话 我仍然要将荣耀归给神 他在附近上的小舟里面过了一夜 隔天了以后再一次的前往 但这一次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他直接就在沙灘上被杀害了 殉道了 而且是非常非常残忍的 根据报导 带他去的那个印度的渔夫 留守了一整个晚上 17日的清晨 他们看到海上的一群岛民呢 将他的尸体在海边上面就地地掩埋 这件事情呢作为一个宣教士 或者我们作为弟兄姐妹 也许我们说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见证或故事 但是对于全世界许许多多的 现在的人来说 这是不可原谅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 很多的主流媒体和社情网络 把这件事情流传到世界各地不同的角落 包括各位在场 也许有些人也听到这些 对不起我的那个feedback reverb有点大 包括我们华人的世界 引起了许多的震撼和讨论 一方面呢人们就惊觉 在这个快速变迁日新月异的今天 我们都用这个智慧手机的都用什么 竟然还有这样子的人 还活在石器时代里面 另外一方面是来自后信仰时代的 许多的媒体专家们 职地有生的意见 就说你一路从病菌到殖民主义 然后连带的把过去数百年 所有宣教士带给各地的那些负面的影响 全部拿出来检讨了一遍 当然很多的事情 我们今天做事后诸葛来看 我们的确是有很多可以说的 包括他这样子做 他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做安全吗 他的差会怎么会同意这样子的决定呢 或者是等等等等其他的 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他的确是带着负担要前去 没有福音听到的地方前去 但是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 还有后面所要付上的代价是什么呢 我想在这一章上面 各位也许有比较熟悉的面孔 也许刚刚John Chow 你们大家也许不认识 但是上面的这几位 我相信大家有听过 或者有看过 你们知道哪一个人是哪一个人吗 哪一个人连哪一个人吗 有人知道中间那个人是谁吗 名字都在下面答案在下面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领不脸的上 中间那个人是谁 你是宣教士不算啦 冯黑 他讲出来的 对中间那一位是近代宣教之父 叫做威廉·克里 威廉·克里或者有人叫克里·威廉 然后他是大概将近有两百年前的时候 去到了英国 他也付上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 包括他的太太 都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的孩子 在热带的这个疾病的当中 然后太太几乎是精神崩溃了 完全没有办法 你有听过很多他的很美好的见证 包括他怎么样做圣经翻译 他做这个做那个 他又是慈善家 他又是这个教育家等等等等 但是他付上了非常非常大的代价 另外最右边的那一位呢 也许大家比较熟悉的 叫做非洲之父 这个李文斯顿 David Levinson 然后最左边这一位叫耶德逊 耶德逊也许我们比较不熟悉 但是如果你去问缅甸的教会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故事 在我们槟城的话 大概每个人都知道台约尔的故事 在我们台湾的话 大概每个人都知道马街的故事 如果我是来自于温州的话 大概每个人都知道曹雅直的故事 但是呢 这一些我必须要说一句 这个持平而论的话 这一些宣教的先驱啊 在当年他们来的时候 他们没有像今天的这个世界一样 是这么这么的 对于福音和代言福音的使者 是这么大的批判呢 他们代的福音去到那些的地方 我们今天回来看的时候 我们当他们是伟人 可是他们所做的事情 如果放在今天的话 很多人会说 你是殖民主义啊 你带了你的船间泡利啊 来到我们的当中 李文斯顿在非洲的探险和步道的 治理行间里面 他有记录下来 有讲到很多他的忧伤和他的失落 耶德逊1813年的时候 抵达了缅甸的阳光 六年之后才能用 他光是学当地的语言 花了六年的时间 才能用当地的语言 讲了第一篇的道 你可以想象一下 你要来一个地方当圈角士 来了六年才讲了第一篇的道 二十年 花了二十年的时间 才终于把圣经翻译成为缅文 他们所遭受的苦难 和他们的挑战难以形容 包括他自己 约德逊 上偶两次 六个孩子 夭折 有两年被关在监牢里面 我要讲的事情是 其实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其实 福音 是许多人付上代价 我们今天才可以在这边 我们可以自由地在唱 这些很美好的 赞美之前的诗歌 我们可以有空调 我们可以有舒适的椅子 我们等一下还有好吃的爱宴 我们可以自由地在这里 让我们的信仰能够表达 将我们的敬拜传达到天上去 是许多人付上了代价 而今天仍然有人在付代价 而那付代价的人 会是你吗 你有在这里面也一起参与吗 这就是一个世人看作愚拙的代价 John Charles这位弟兄的这个事件之后呢 引起了许多的宣然大伙 包括在教会的圈子里面 惠顿大学的宣教学院的院长 叫做Ed Tester 他投稿给今日基督教 就是Christianity Today的杂志 回应这一件事情有一个专文 他提到了一件事情 他也持平地去说这件事情的 许多的争议的地方 但是他最后他说 我还是深信这个世界是需要耶稣的 福音是许多人用生命的代价 那个代价是什么代价呢 是世人是看作愚拙的代价 所换来的 用近代很有名的一位 也是训道的宣教师 叫吉姆艾略特 Jim Allett的一句话 就是说为了得到那个永远不会失去的 而付出那个我们自己本来就不能保有的 这个人一点也不傻 意思就是说我们就算是被视为愚拙的 也是为了基督的缘故 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边写的 其实我今天要来这边跟大家分享有一个重点就是 大家知道《使徒行传》写了几章吗 在圣经里面 二十八章对不对 但是二十八章结束的时候结束在哪里 大家还记得吗 路加在书写的时候 就写到保罗他的宣教的旅程 然后接下来他要往更远的地方去 记录到他要去到罗马那个地方 他说最远最远他想要去西班牙 西班牙是今天哪里 就是西班牙嘛 就是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的地级 大概就已经到最远最远 整个罗马帝国最西最西的地方 大概就是西班牙了 可是他记录到这边就停止了 但是并不代表《使徒行传》就已经结束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在这里啊 如果到那里就结束了 你不会在这里 我不会在这里啊 两千年过去了以后 基督信仰跟随基督的人 已经在全世界各个不同的州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种族 都有他的跟随者 这是由许多人附上的那个所谓 世人看作愚拙的代价 我来问大家一个大哉问 大哉问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也许都知道答案的问题 但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敢问我们自己 就是信仰是一种实践 还是一种表述 意思就是说 我们信仰是要活出来的 还是贴在身上的 我今天在 我这几天在上网要填一个表格 在马来西亚填这个表格上面的时候 还要写说你是什么信仰的人 我们在台湾是这个不太 我觉得这个有点敏感 很私人 好像但是在这边 你是什么信仰 你要填的这样子 但是我就在想说 就算我填了我是真的吗 各位你了解我意思吗 就算你填了就代表我就是了吗 应该反过来正面的讲 就是就算我不填 难道我就不是吗 大家想一想这个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你吃饭每一餐都要祷告 就代表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吗 他说当然要啊 因为我都这样教小孩 要不你叫我怎么教小孩 说对 可是信仰是一种实践还是一种表述 我后来发觉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多人的答案会说 当然要做出来 然后也要有这种生命啊 但是我发觉你也要勇敢的能够表达 说我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但是在很多的地方 光是做出这样子的表达 也要付上代价呢 因为是最悠者的 我却也要出色 叫做厉害的 都叫做厉害这样子 又是一个和尼徒 那些人也有和尼徒 很若者的和尼徒 这都叫做厉害的 或者有谁 Tutu 中文 为乎人 很古人 要求那些人 等待的门徒 这是我今天的主题 他说的 他里面有一段话 我觉得好扎心 我都不敢去正视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是什么呢 他说人们逃避 成为radical disciples 成为激进的门徒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 选择性的服侍 选择我习惯的 我安全的 我舒适的 选择于合适我们的 逃避需要付代价的服饰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能够看见 我们不是只是坐在板凳上的基督徒 就好像那个坐在板凳上的球员 每一个球员 他要来参加比赛 他都希望能够上场 他的训练 都是为了能够在场上 能够征战的那一刻 保罗是这样形容的 所以我们打拳不像打空气的 对不对 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 别人要得到的是能朽坏的冠冕 但我要得到的是不朽坏的冠冕 我想 我们自己一直也都在这样子的学习 彼得前书第二章是这么说到的 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 我们也都很熟悉的 是怎么说的呢 他说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大家还记得吗 是被拣选的什么 竹类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是被拣选的竹类 也是属神的子民 但是我们又有另外一种 很特别有意思的身份 就是我们也是客旅的 我们是寄居的 但是不管在什么处境 我们好像一方面又是移民 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在世界上客旅是寄居的 但是我们又是居民 我们在场有很多朋友们也是一样 我们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地方 有的是短期的 有的是长期的 我们同时又是移民 但是我们同时又是居民 但是我们的身份拿出来的时候 我们是天国的子民 用保罗话来说的话 我想要鼓励大家也来做一个结论 也来今天仁义传道就是邀请我来 我真的必须很承认说 我自己很惊恐 或者说很担心 我能讲什么呢 因为各位也许在这边的处境 我真的没有像你们那么了解 但是如果我能够给鼓励大家的话 就好像保罗 他去到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去服事的时候 他讲什么呢 他说谁是谁在 我们都得了那个秘诀 也许你是移民来的 也许我们是在本地的 但是我们不管是 在舒适的移民的天堂 或是在生活条件很严峻的小岛 若是认知到我们自己在地上的身份 我们在地上的身份 是带了天上的位分 我再讲一次 我们虽然人是在地上有身份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位分是在天上的 没有一刻会是身处于这个生命的边缘 从别人的眼光 也许你是成功的 也许从别人的眼光 你是失败的 过去的这几年 我们也许就在这些移动的过程当中 或者是被关起来的过程当中 但是如果我们的认知到 我们一个天国的子民 能够有这样子的位分 那我们在地上的国 也是有身份的 我们在天上的国 也是有户籍的 我最后想要来跟大家 一起来分享 另外一本我在最近看的书 叫做《这个世界的守望者》 里面作者就提到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面对最艰巨的任务就是 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真貌 世界的真貌是 It's very ugly 有各式各样子不同的挑战 我们的身旁 还有远方的世界 我们有战争与战争的风声 马太福音第二十章 我们有地震 我们有饥荒 我们有各式各样子 让我们非常非常沮丧的 我们认识的世界的真貌 不要看远的地方 我们就看我们的身旁 有人家里面面对有重病的亲人 我们的家里面或者是我们认识的亲戚里面 有人是正在跟忧郁症在搏斗的 我们自己的孩子也许是过动的孩子 在学校里面惹了一堆的麻烦 这是世界的真貌 是我们生命的处境 但是世界上最大的挑战 但是也是最大的恩典就是 我们就算知道这个世界的真貌 我们所面对的这些挑战 但我仍然能够爱他 这就是福音最美的地方 我最后要结束了 我在2000年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的教会邀请我 在德克萨斯州邀请我去 他们教会宣教年会讲道 他们就给我的一个题目 叫做做一个有使命感的基督徒 我说哇这个题目真好 结果呢很不幸我去不了 因为2000年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COVID就来了 新冠就来了 然后就一路延到2021年 他说我们就欢迎你明年来吧 大家知道2021年 仍然来不了 但是呢所以我只能怎么样 我们只能录影 在我自己的办公室 就是把它录像 然后视频寄过去 但是我讲的主题的里面呢 我就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也作为我今天的结论 我们在教会里面 其实啊 许多的弟兄姐妹 包括你包括我 我想人人都知大使命 我们可以讲得出来 马太福音第28章 我们可以讲得出来 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第8节 所以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 我们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熟悉 人人都知大使命 就算你刚刚才来教会 大概也都听过 但是不一定代表人人都有使命感 为什么呢 因为那是台上的人讲讲的事情 这是我们主日学会教导的功课 但是求主在怜悯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也许我们能够认知到 以至于 好像保罗所说的 以至于我们在场上赛跑 多数的人也许 是在当观众 吃爆米花 当啦啦队 下去比赛的人不见了 没有比赛前的节制和训练 没有得到冠冕和奖场的 这种终极标杆 所以很多人 在乎的是 好像现在比到什么时候了 但是呢 好像不关我的事情 我们 支持我们的教会弟兄姐妹 我们支持学校 我们参与我们的服事 我们的听道与行道之间 那个巨大的鸿沟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可以真正能够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生命 其实就是一个呼召 我非常喜欢 陈世青牧师 也是我们前一任的华福的总干事 陈世青牧师讲的这句话 我就拿这句话来送给大家 就是信仰 就是我们的生活 生活 就是我们的使命 我想 我自己能够讲的很有限 但是有许多的 在我们前面奔跑的 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 也在教导我们 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可以活出来 那个见证 可以活出来 那一个真正的 那个舞台上面 在给天使和众人观看的时候 我们最后在交账的时候 耶稣基督说 你是我所喜悦的 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现在主来到您面前 再一次的感谢你 给我们许多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认识你 让我们可以参与教会的服事 我们可以每周 来到聚会的当中 能够来与弟兄姐妹一起 享受美好的团体 那主啊 有更多的让我们能够看到 我们不只是知道大使命 更能够活出使命感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能够更多的参与别人的生命 主啊 让我们知道 我们的信仰 不是只是一个标签 更是我们每一天活的标杆 求主继续的联名我们 也帮助磐石 进行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不管他是今天是过客 或者是在地的 我们的弟兄姐妹 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 前面的旅程 这样子的祷告 祈求奉主的名 阿们 谢谢